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话直说一分钟 新囚趋势调查委员会5月16日公布2024年新囚趋势调查报告 指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调身净指标分别为4.01% 4.32% 以及5.47% 意味着公务员有望连续三年实现加薪 抵级公务员调身净指标达到26年来最高 近两年市场虽有起息 但整体警方仍与疫情前有较大差距 加上公务员已连续两年加薪 若果今年政府跟足净指标加薪 似乎与就业市场整体行情有所出入 亦都难以服众 有人认为公务员加薪可以为打工仔带来正面影响 但却未考虑到私人市场雇主要何以为计 中小企业不像政府家底丰厚 不少雇主在当今世道下都勉强维持 而若果政府最终敲定超出市场预期的加薪幅度 无疑会比企业带来更大的经营压力 并不理于企业长远发展 以及就业市场的稳定 总体来看 公务员加薪并非不可 但正指标所吸出的数据 并不能全面反映市场真实情况 政府在决定最终加薪幅度时 应充分考虑到政府压力、市场行情 以及市民观感等诸多因素 以免为中小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如果大家对议题有任何意见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